的生命值 同样浩尽 同时我们的队长亲自上场 好的 我们千呼万唤十出来 作为队长的李东北 亲自登场了 今天李东北的一身白衣 也显得非常帅气 我们看到林大爷上场了 终于我们期待一久的林李 又一次站在了网子的两边 老将在这边 对 林李大阵 此刻 同志们 朋友们 正式开始 终于所期待的林李大战 好 两个人都是带着 即将上演了 我们看看这样 憋开生命的林李大战 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刚刚给球出界了 十一 比十 好像点擦那个球盘的感觉 对 刚才林丹的还是习惯性的想挑战鹰眼 但是今天没有这个挑战的这个环节 好 现在尝尝十一平 现在林丹的搭档李明潘 这名选手是 今天在5月26号泰国的世界残华会羽毛球锦标赛 获得了SU5的这个级别的男子单打的第五名 同时他是2021年全国残韵会的男丹的冠军 哇 冯霸球 十二 比十一 好 林丹是面对小队员的杀球啊 也是手下留情 漂亮 这球有出阶的嫌疑,但是王明轩还是很努力的去救这个球 再次来到了12比12平局 13比12 3点14 12 16分一局 我们一局比赛16分 还差一分才到局点 半场平周 好的,李总有一个假动作 这是假动作还是真动作 是,李总维也是一个要广道裁判的一个假动作 漂亮 这是李明潘的一个 好的,林丹和李明潘的生命值消耗殆尽 因为我们的队长在场上专心的打比赛 忽略了这个生命值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赶紧来研究一下 要派谁上场 而我们虎队的队长 还有我们的学俊也生命值耗尽 现在龙队依然能够上场的球员好像占大多数 好,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也可以理解 好的,我们的队长又亲自上马了 好的,两边的队长又亲自上了 这次虎队这边呢是 李宗伟和陈清晨的枪向大 6比10 而林丹那边呢就是带一名小队员 李红贝 2022年深圳市羽毛就是锦标赛U11女丹冠军 画面下方,林丹的这名搭档 好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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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是集中给小朋友挑后场 冠个王 林丹 林丹成为了场上的 7比10 林丹说没有关系,我们还领先这么多分呢 是啊 好,李宗伟又一个假动作,但是没有晃到小朋友 陈景晨双脚起跳啊 是啊 哎呀,有人抢球了 不过两人都是正手区 8比10 龙队的两位队员稍微打了一下架啊 当然了,我们临时组队的是需要一点默契 现在我们要换一个球 好,请注意 双方到目前为止的比分是10比8,龙队领先2分 看林丹打球啊 还是 11比8 以往的那个让人非常熟悉的这个动作啊 是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很从容 换把球 9比11 好,现在双方的分差逐渐的破进啊 9比11,虎队仅仅落后2分 连续的假动作 在黄小队上 最后你放往失误 换把球 12比9 差一点点啊 12比9 而我们场上的四位队员呢 声名值还剩3点 另外 换把球 10比12 现在看上去李宗伟真瘦啊 对 李宗伟在这个得了一场大兵之后 现在还能够健康的活跃在羽毛球赛场上 各位球迷来说 我们都是很欣慰的 因为林丽大战可能在正式的赛场上 不能再出现 11比12 来我提议先生的朋友 来掌声环鼓声给他们加加油好不好 更多的这样的机会 还有最后一分的生命值 一定要血贫到底了 我们听到现场啊 好多小球迷 都是在喊着林丹加油 哈哈哈 换把球 13比11 好的我们场上四位队员的生命值全部耗尽 本局比赛不得再次上场 双方全部要重新更换球员 好 郑思维的生命值也耗尽了 拿宗伟上场 好的 两边的队长 对 又闪亮登场了 哎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一个约定啊 其实这个比赛的规则 并没有要求两个队长同时上 是 但是今天毕竟是邻里大战嘛 对 还是尽量让两个队长同时在场上 对 这也是观众所期待的 所想看到的 没错 力量的不大 声音不小 哇 这个球已经缺毛了 但是这一回合没几乎不能换 对 这球啊在空中飞的时候 都已经飘飘忽忽 晃晃悠悠了 好的 漂亮的收掉 哦 林南 假动作啊 很漂亮 对 林南是通过这个 推放后场的两个底角啊 拿到这一分 林南 李宗伟在这个比赛中啊 多次用他们的假动作 是 其实也是在给小队员上一个教学啊 是 最好的一堂现场教学课 对 很有意思 其实这样的小队员啊 他们在他们这个年龄段 就跟像林李这样 就爵士的这种传奇人物 有这种交流的话 对他们的今后的成长 真是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对 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 就我们在上 就是两年前的上一届的 这个Mix and Match这个比赛中 有一个小姑娘叫向 向上 那个小姑娘 我记不清名字 但是她的现在已经打到 国家青年队了 对 你看 当时是12岁 对 现在应该是15岁不到 对 就说明我们的这样的 Mix and Match的这种赛制啊 对于小队员 也是一种莫大的一种鼓励 对 和激励 好 现在是林李之间的直接对抗 好 两边都不进攻 都是打后场的高远球 林的率先变化 哎呀 哈哈 假戏十足啊 但是这拍 这球咋在拍框上了 是 是 是 那现在可以大家看一下 李宗伟用的球拍就是最新的 这个极光1000z啊 也是这次表演赛中 所有的队员里边拿到就是 所谓规格最高的一支拍子 11比10 很靓丽的黄色 好 现在12比10 龙队领先2分 小队员 一个虚晃的一个疯狂 哎 哎呀 可惜啊 李宗伟一个简单的一个平抽球 这个小朋友给打丢了 嗯 其实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 上手去抓球 但是你说抽回来的话 可能还是挺不错的一个球 是 哇 漂亮啊 平抽档子当中 林楠突然一个勾对角 看这些 哎 这么快啊 感觉两个队长上场时间没多少呢 reaches后 是 1 谢谢大家